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自從這個反修例運動以來 已經有多個品牌 先後宣佈和TVB切割 即是說 目前的廣告合約完結以後 就不會再renew一份新的合約 換言之 就跟他們say goodbye 最新的品牌 就是個人的護理品牌 叫做采豐行 他們說合約到12月31日 完結以後會選擇其他平台作為宣傳的期待 希望各位可以體諒和理解 這個就是非常好 那些網民馬上就歡呼 因為其實很多網民在網路上搞這些事情 呼籲他們不要再光顧TVB 結果除了海峰行業 大家也記得 補抗力 活色生香的安全套 先師百貨 雅方亭等等 即是先後 也不再在TVB 賣廣告 其實早前信報也是踢爆這件事 就是TVB下年的廣告價格 變相減價超過4% 而且客戶的優惠套餐 入場的門檻還低於沙士時期 我分析了幾件事 到底為何TVB有這麼多廣告商 選擇不再在那裏進行宣傳 原因有幾個 第一 就是市民的收睇習慣已經有改變 以往我們回家 即是我們那個年代 一回家做什麼 馬上開著電視 就是開無線電視 不是用來看的 是用來聽的 是不是 很多家庭主婦 一回家開著電視 就開始做家務 搞衛生 煮菜 各樣都是要開著電視機 來聽 不是看的 反正就要像搞旺那些人氣 不要讓家裡靜陰陰 有些聲氣 但是現在不只是看無線電視 那個選擇實在太多 現在為什麼市民的習慣是有變 因為以前我們看的電視機就是牛歸電視 後來就轉了平面方角的電視 到最後就是數碼電視 現在又轉變了新的 叫做智能電視 原來我也很感恩 其實我們的台有10%的觀眾 通過電視機收睇我們的節目 很感謝大家的鼎力支持 證明了一件事 現在市民不單只是看無線電視 或者是看其他數碼電視 現在有什麼看 有YouTube的不同的頻道 包括小弟這個 很感謝大家選擇我 還有就是Netflix 太多不同的選擇 不只是收看傳統的電視台 自從智能化之後 很多東西都可以看 所以在這麼多的選擇下 怎麼會留到市民的心呢 是不是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無線電視 這個新聞報 其實是非常趕客的 舉兩個例子 太遠的人都不想說 今年發生 最近這三個月 趙家賢的耳朵是不是被人咬掉了 有一瓦在太古城 竟然說趙家賢的耳朵脫出來了 那你講得好像趙家賢主動脫出了耳朵 那你叫市民怎麼看 叫觀眾 第二件事大家記不記得 在愛丁堡廣場 曾經一個星期四 有超過十萬的市民集會 就是感謝美國通過了人權法 是不是 感恩大會 結果TVB完全是沒有登過這則新聞 當沒有發生過一樣 十萬人 在那裡說的是一個平日的夜晚 星期四的夜晚 有十萬人 出席一個活動 對嗎 你也要報道一下 是不是 隻字不提 你叫市民怎麼看 所以這些就是趕客 是不是 你搞到有些人 比如說黃絲才算 你說說我杯葛你整個電視台 是不是 那他們看什麼 現在就看直播的網台 是不是 比如說這個立場新聞 是不是 LOW的電視台 港台的電視部 是不是 很多這些 不同的網台 他們就是會去到 示威 抗爭的現場進行 實況的直播 是No censorship 是不是 不是拍完畫面 回去左剪 右剪 好像奧斯卡 這樣 有什麼作用 當然不是叫你做電影 要把實情 告訴觀眾 才行 所以現在大家 雪索性就轉了台 看Facebook直播 也好 看蘋果直播 反正也不看你的台 第三個原因 就是 無線電視 現在越來越多 那些所謂的合拍劇 或者是外購劇 外購劇 不用說了 買回來的配音 對嘴型也對不到 怎麼看 那些合拍劇 更奇怪 你就跟大陸的資金合作 打算搞旺你的台 誰不知 就連本地的人也得失了 其實港劇 最吸引大陸人 或者是台灣人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有港味 那陣子的港味 你知道嗎 如果港劇沒有了那陣子的港味 他不用看你 是不是 他在橫店電視城 拍那麼多那些劇集 要官能刺激的 又有要古裝的又有 是不是 要什麼都有 是不是 不用看你無線電視 你沒有了那個特色 你連本地人的市場也失去了 那些觀眾一定離棄你 你拍到不倫不淚 其實這種情況 跟那些所謂 中港合拍的電影 都是一樣的 當年港產片 為什麼那麼吸引 就是因為你全香港的班底打造那些故事出來 就不需要迎合大陸的人的口味 他配了做國語普通話 一樣吸引到他看的 是不是 你現在不是為了打入大陸的市場 變成你自己來去委曲求全 整個的市場都扭曲了 就要為了遷就大陸的市場 連故事又怎樣寫 鬼片又不能拍 這個又不能拍 那個又不能拍 結果整個市場 是搞定了 本地的人又離棄你 大陸的人又不看你 那你就知道何必呢 其實來講你只是拍本地的市場 能不能夠維生 其實就沒有說不行的 你拍一些小品電影就可以了 是一個投資額這麼大的 拍多些劇情片 一樣有人看的 但是為什麼市民離棄你 你就是經常找大陸演員來拍 然後又沒有那個親切感 那些故事又要遷就大陸的電影的審查 變有人看你 你現在香港那些劇集也是 是不是 你經常為了遷就那麼多不同的地方 老實說 你只是做華僑的生意都夠你吃 只不過你就太貪 貪治就得過貧 是不是 結果大陸的人又離棄你 香港的人又離棄你 兩頭就不到岸 是不是 結果 現在你失去了那個所謂壟斷的地位 連計算收視也不只是計算收視盒 要計算那些網路的平台 什麼賣TV Super 那你就變得很便宜 是不是 你跟其他網台有什麼分別 跟蕭生 跟劉細良那些其實差不多 甚至乎人家多人看過你 是不是 如果你只是計算網路的點擊 人家也十幾萬點擊 只是你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也是再次感激大家 選擇收睇我這個節目 也是多謝大家訂閱我們 還有我知道不少的益友 都有在WhatsApp 或者Facebook那裡 把我的節目分享給他的朋友 親人 去收看 我也是很感謝大家 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 原來有一條休班警 竟然去機場準備旅遊的時候 去離境出閘 被機場的保安發現 他背後有一支伸縮警棍 這件事是相當之嚴重的 是不是 這個是安全安檢的問題 不能忽視 大家記不記得 CY那時候 所謂梁振英的行李門事件 被人批評他 你進了禁區之後 有人幫你推行李盒 他就不對 是不是 那時候罵得 吠吠揚揚揚 就罵他的特權 各樣 現在變了你警察也有特權 是不是 你被人手也有這個 伸縮警棍 竟然沒有任何後果 然後在這個記者會當中 江永祥大警司還說 幫警察來辯護 就說這個休班警員是一時疏忽 已經作出了分事並且確認這個警員是一時大意所引致 他還說到警方派伸縮警棍給休班警是較新的措施 會確保他們盡快適應 避免這些尷尬的情況再次發生 問題就來了 第一 自製一個特權階級 我想請問你為什麼還可以放生警察去旅行 他沒有任何後果要付 帶這些違禁品進去 到底他那個棍 我相信沒有帶到上機 那那支捲棍怎樣 我們平時拿一支水進去 那些瓶裝水 瓶裝那些 膠瓶那些 喝不完也要扔掉垃圾桶 是不是 沒有人幫你保管 別想有人幫你保管就把他扔掉了 當作垃圾 所有遺禁品 面霜那些多得就是 扔掉他 是不是 或者你即場塗到整個臉都是花貓 那你這個伸俗警棍誰幫你帶著 一定就是有人幫你保存 為什麼有人可以幫你保存 這個不是特權 為什麼你警察可以帶些遺禁品進去這個安檢的時候 帶不到上機就有人幫你保存 你不要告訴我你把警棍丟掉了 沒有人相信 我告訴你 就是白癡到爆你這些製造特權階級 是不是 比CY的行李門更差 因為CY都是一個人加幾個親戚 是不是 你不是 你現在是33,000個警察 是不是33,000個警察也有這個特別的服務呢 幫你保管那些遺禁品呢 對不對 你不就說他帶上機 你不就說他扔掉了 你出來說 對不對 第二件事就是 你帶這些警棍出去 幹什麼呢 帶去外國旅遊 你還想止暴制亂 你想 你這些東西 如果你拿上去的話 一個不小心 你就可以威脅其他乘客和機組人員 看漏眼也不行 是不是 你怎麼可以帶這些東西上去的 還說在背包那裡 就是一時疏忽 你執行李的時候沒有執清楚的 帶上警棍去 你就傻了 啊 自拍棍也有 警棍也有 帶他幹什麼 真是笨蛋 執行李的時候 把警棍也撿進去 還是帶你平日出街的背包去旅行 好了 接著他還說 這件事是合法管有 合法管有不代表可以帶離境 大哥 對不對 我家的合法管有有很多把菜刀 豬肉刀 牛肉刀 生果刀 全部帶去上機 合法管有 你不要在這裡 這樣來禮橫折曲 用這些藉口來幫他死鬥爛鬥 錯就是錯 錯就要贏 打就要站定 不知所謂 這樣來官官相違 最後來說 我認為你不應該下放權力 讓那些休班警 拿著新宿警棍到處走 因為情緒智商又低 被人少兩句 又馬上立棍 不是沒試過的 在休班警 所謂執勤的情況下 跟市民炒蝦拆蟹 為什麼可以讓他們拿這些警棍 有什麼執勤的作用 真是多餘 現在你都蒙了臉都不知道誰是 起底起不了 那你還有什麼意思 你派警棍給他做什麼 製造特權階級 你說不是的話 你就應該收回警棍 最好大家都沒有東西在手 不要理會有警棍市民赤手空拳 很愚蠢 大家什麼都沒有 到底你好打一點 你年輕人好打一點 我不知道 最好沒有打 我熱愛和平 真是 但是你應該收回警棍 你要即時作出檢討 這個政策 整個要修補警民關係 幾千的休班警可以立棍出街 怎麼修補 動一點是動人 對嗎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